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俗话说,开宝马,做奔驰 这两个品牌自打小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豪华车旗帜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曾经在咱们心中遥不可及的大奔也走进了千家万户 当然并不全是S级那种旗舰游物 也有很多相对亲民的入门选择 比如奔驰SUA哥几个里最小的家伙,GLA 奔驰GLA自打2013年亮相以来已过去六年时间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则是刚出炉香喷喷的第二代新车 人靠一装,美靠亮装 奢华需要成本堆积 而时尚只是你审美到位就够 显然,作为家族的入门选手 GLA走的是潮流小年轻的线路 大家所吐槽的三角眼设计 来到全新GLA身上竟出乎意料的和谐 对比老款那强行拉高的身段 新车变得更爆满 除车长变短外 车宽,车高,轴距都有所增加 所以看上去更稳健扎实 圆不留球的 车尾这三角形的尾灯 搭配这圆滚滚的屁股 颇有种小胖子不高兴的燃脚 新车依旧有着两副面孔 如果你还是觉得差点意思 那么你可以加点钱选这个 AMG GLA35 4MATIC 这标志性的大钢牙 这21英寸大圈 这明晃晃大红色的车身 绝对是紧凑型SUV中最亮的车 缘起自A级的那套最新内饰 也终于来到了全新GLA上 双10.25英寸组成的大联屏 内置奔驰最新车机系统 当氛围灯亮起的那一刹那 星辉表好似在车中闪耀 伴随着同事们羡慕的眼光 此时此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 后排的腿部空间增加了12厘米 靠背支持424比例放倒 周末出去玩时 拉个雪板 租个大帐等 妥妥没问题 与GLB一样 全新GLA先期将搭载 1.3T4缸发动机 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8.7秒 而更强劲的GLA354MATIC 使用了2.0T发动机 8速AMG双离合变速箱 破败仅需5.1秒 大家买车要考虑的几个因素 无非就是牌子 外观 内饰 动力 当然最重要的 还要掂量一下 自己的钱包有多厚实 想花较少的钱 买个豪华SUV时 GLA肯定是选择之一 之前很多人抱怨说 老款GLA的车身比例 不够协调 中控太过老套 整体就像一个拍扁后 又拉高的A级 内外换新后的GLA 品牌依旧阴时 外观脊椎潮流 内饰精致时尚 变得老少皆宜 男女同吃 它可以是新婚小两口的 第一辆爱车 看二人为幸福奔波 收获欢声笑语 见证美满爱情 也可以是退休老两口的 远途工具 无需再为儿女操劳 无需再为工作奔波 在精美内饰所营造的 舒适氛围中 执子之手 共赴远方 找回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重温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